你不用想的 一定是英文經典 你給我 唱歌 Hifi Ocean Deep Dip難忘 是因為當時的心情在影響一些很個人的東西 但我覺得現在這個版本很好聽 我終於錄到英文版的Ocean Deep 嘩 哇 影響 不是因為我拿到的 但我會去選擇影響 哇 我喜歡黑白的 我人經常翻來翻去 我經常都很不定的選擇不到 很indecisive 所以如果你只是黑白 那我就沒得讓我選 吃肉 吃肉 因為不吃肉不飽 Yoga 因為Gym是不會給我Flexibility 但Yoga又可以繼續 維持我的肌肉 但是又可以給我Flexibility 所以Yoga是好的Gym 整個編曲 每一件事都沒有刻意去安排 沒有預先想 這個歌我想做多少個版本 或者歌一歌 做什麼歌 全部都沒有 大家jam 好像小時候玩音樂 在做的過程其實挺任性 我們不停jam 如果jam都覺得 都jam不到好聽 那就不要了 所以現在 到最後的十隻 就是 我們大家都jam 大家都覺得很開心 很喜歡的十隻歌 我錄音之前 我這次很卑鄙地說 還是我告訴你 如果我錄完那個歌 我覺得自己的感覺很好 我不管你說什麼 我不會理 我就要那個歌 我不會唱其他歌 因為這樣才是真正一個 很即興的感覺 因為我就是想做很即興的感覺 所以 那個問題就在他 技術上其實是有很多困難的 尤其是在香港 因為錄音室本身的演繹很限 很多時候 整一隊全樂隊都未能打得到 今次 這首《Reincarnated Love》 一開始第一首歌 就是 《I'll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之前 所有歌 我們都在樂隊房裡 都有jam過一兩次 那這首歌完全沒有 原因就是 大家都找不到 其實很想唱這首歌 但是 又不知怎样 可以有少少的 緣緣 然後 然後就是即場 就是 其實我會唱這首歌 好像我和容詩宇 說給你聽的歌 那種感覺 所以 整個感官最清的一首歌 應該是這首歌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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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